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着重分析了各族裔民众的投票参与度 尤其是针对非裔 拉丁裔 亚裔 太平洋岛民 以及印第安族裔的选民的情况 对他们的投票倾向等做出了分析 与会嘉宾还分析了内华达 乔治亚 亚利桑那和比西法尼亚四个关键摇摆州的投票数据 显示来自少数族裔民众的选票已经对本次大选的结果造成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本次的研讨会是少说的 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EMS针对选举开展的系列网络研讨会之一 该组织表示将持续关注在美少数族裔群体 再包括抗击疫情 选举等多方面对美国社会造成的众多影响 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